最令我觉得很惊讶的就是 那里的运动员可以这样平均 都是比我高的 我看他们都是这样的 哇 就会有震撼的一种感觉 哇 这些球员来真的不是玩玩而已 就是真正的高手 早晨 友谊千 你好 我是宝贝安 波瑞欣 你好 我是Janson 林真钱 今天我们都是非常兴奋的 今天的Melody掌声有请要请来的这一对 我相信都是最近马来西亚的朋友 所有的全球的一些羽毛球迷 都会觉得他们很厉害的 我们有马来西亚国家代表队 也都是这次东京2020奥运的 羽毛球男商的同牌得主 我们有谢天芳 苏维依 欢迎你们 哈喽 谢谢 哇 真的是很开心 特别是首先真的是要好好的恭喜一下两位 因为说真的我们最近看到 特别是在大马雨滩有很多星星绝集 而你们就是其中两颗非常闪耀的心 那先来问一下 因为其实两位都是第一次参与奥运嘛 自己的那个心情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届的奥运对我们来说 虽然是第一届奥运 但是这个奥运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奥运 毕竟这个是五年过后的一个奥运 然后这个奥运是在疫情下去举办的 然后对我们来说那种心情很兴奋 也有带着一点紧张带着一点压力就去比赛的这种感觉 那伟一呢 我觉得这次奥运也是就是很不容易吧 因为还没去奥运之前可能会觉得 一是奥运可能是要去拿经验啊 享受这个比赛啊 可是一到了奥运会球场的时候 哇那个气氛确实很不同啊 压力突然间头脑会浮现起来 一下子来的那种 对 就是我觉得这种情况是时常会有发生的啦 毕竟这次是奥运 去到那里的心情 肯定是比起其他的比赛会有很大的一个分别啊 那对于你们来说 就你刚刚去到那边 进到选手村 给你的第一个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觉得自己很渺小啊 就是会见到很多球星的时候啊 一些球员就是比我们还高 比我们还壮 然后就觉得哇 这些球员来真的不是玩玩而已 就是真正的高手啊 那Aaron呢 有没有看到什么 特别令你觉得哇哦 这样子 最令我觉得很惊讶的就是 那里的运动员可以讲平均啊 都是比我高的 我看他们都是这样子 这个是我觉得一个让我大开眼界的一个感觉啦 因为毕竟这种Olympic Games 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 然后就是在选手村里面就看到 全世界的运动员都会住在里面 然后就会有震撼的 一种感觉啊 那像之前我们访问 陈炳顺和吴柳英的时候 他们有说到 其实备战的那个时间是蛮短的 对于你们来说也是会这样子的感觉吗 对我觉得因为去奥运之前 我们有一个训练啊 就是好像有一个星期 可能会找去日本的另外一个地方 要训练 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取消了 所以会换到比较直一点去 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 然后一开始会很紧张啊 因为在那边可能会不习惯他们那边的气氛啊 就是那边的那个球场啊 不要很快的调整回来吧 那Aaron呢就是你看到这样子的状况啊 就每天的时间很赶 如果是讲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有大概有四到五天的训练 去适合比赛场地全部啊 其实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 我们也是会有一点担心 因为毕竟疫情的时候 我们也是会担心 如果是去吃东西的时候 又会很多人啊 最好是待在房间啊 这些东西 就是很多这些情况 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一点啊 就像达斗里中尾讲的 他说那个奥运的那个五个圈啊 其实它里面是让人家很有压力的 对我来讲会有一点啊 其实我们之前那些普通的比赛的活啊 都是放那些sponsor的名字啊 可是在这个Olympic里面 就只是看到Tokyo 2020 跟那个Olympic rings 整个environment 只是Olympic rings跟Tokyo 2020 到哪里都会看到这里 在我们的讲法就是 这个是Olympic 这个是Olympic 不断地提醒着你们 其实在这一次的赛事来看 我们其实从八强赛来说 也比较少人去看好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你们真的是让大家有非常亮眼的那一刻 因为你们就是用了很短的时间 33分钟呢 就第一次打败了 这个印尼世界第一的小华人的组合 那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世界第一 确实是很难打败的一个对手 因为他在这两年里面 确实是巅峰时期 从来没很容易的输过给任何对手 就每一次跟他交手都觉得 有一种心态吧 可能一进场就觉得他们比我们强啊 很多地方都不如他 在信心方面会缺少 但在这次奥运会当中 我觉得我们用对了战术 在最关键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确实掌握得特别好 因为我们确实更耐心 也不急着着去要拿分 确实在心里上面有突破 但是因为毕竟我们在八强抽签的那个 drawing 出来过后 我们知道会对到他们的时候 在我们的第一想法 我们对谁的话都是没有分别啦 然后我们不管是抽到对谁 我们还是一样会对到很强的一个对手 然后在我们的心态上 我们就觉得 nothing to lose 因为我们毕竟之前也是输过给他们7次 所以我觉得压力全部会在他们的身上 然后在当天打的时候 我们也能感觉到他们真的很压力 因为感觉到他们和之前的发挥啊 他们的表现啊会没有之前那么好 有可能是心态上比较紧张的关系啦 所以我们就拿着这个他们紧张的心态去打他们 我觉得在这场里面 我们掌握到最好的就是 能快速的回到最佳的状态 因为对他们世界一虽然不容易拿分 然后也会纠合 相对来讲给他们的很大的压力 那当然在这一场这个铜牌战当中 胜出当然是开心 可是也有一种我们讲的Bitter Sweet的感觉啊 因为这对老爸组合也是你们的偶像嘛 那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 就面对他们的时候 觉得那个心情也是有一种复杂的心情嘛 因为他又是我们的偶像 我就觉得要珍惜 他们也毕竟很老了 能对到他们的比赛也不多 所以觉得很荣幸能在这场铜牌战 能赢下他们 就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啊 然后也很少会在未来的路上会再遇到这么强的组合 对我来讲肯定是很荣幸 在他们退休之前 我们还可以有机会对到他们啊 因为毕竟我们对到他们也是蛮多次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很开心的啦 可以把我们的偶像变成我们的对手 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 就好像每次我们会看到人家讲 把你的偶像变成你的对手 也是算是一个achievement啊 在我们的身上 那你们就身为真的是站在战场上的人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一些挑战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大挑战就是 嗯